看到在台东目前的雨势是蛮大的 那么在以来地区也是带来了豪大雨势 让三星乡接连传出了灾情 像是锦临山区的圣母护校 因为雨势太大了 一度呢还让校门口水燕即熄 过完的中秋节的返校生 看到了校园市已经变成了汪洋一片 全都傻了眼 而至于在新西三星乡公所呢 也在昨天傍晚的时候派出了锦校人员 在这个公罩桥等附近的这个地方的危险地区 进行了附近的撤离 不过呢还是有住户的墙壁出现了军烈的情况 说什么还是不厌撤离 大水夹带着滚滚泥沙不断倾泻而出 很难想象这里不是河流 而是宜兰三星乡 圣母护砖学校的大门口 那以前学校有淹这么大的一个水吗 没有耶 你们觉得很害怕想说要怎么办 大家怎么进去啊 门口水淹即熄 刚度过中秋节 准备返校住宿的学生 一看到校园变成这副模样 全都吓得不知所措 这次淹水会这么严重 是因为学校背面靠山 遇上巴马台风所带来的惊人雨势 让大量雨水急速从山上流到校园 甚至还一度威胁到地窝住户的安全 至于三星乡的另一头雨势也是强到不行 眼看天花板渗出大量雨水 墙壁也出现军裂 这对老夫妻说什么也不愿意撤离 为了预防豪雨造成更大灾情 三星乡已经在傍晚 分别在仁河 拱罩以及月眉村 靠近山区以及河堤的危险地区 部分撤离将近20个人 就是希望能在灾害发生时 将民众伤亡的几率降到最低 中日新闻张丽玲 柯英卿女彩星 一栏报导